148 成報 希臘銀行將復開現金限提逐步取消 2015年7月18日國際A11核心提示 已關門停業近三週的希臘銀行下週一有望重新開門 根據多家媒體報導 希臘財政部高級官員週四表示 希臘銀行將於下週一恢復營業 並準備逐步取消取現金額限制 希臘議會週四凌晨投票通過了該國獲得新一輪救助所需實施的財政緊縮改革方案 從而為希臘獲得債權人的救助計劃剖平了道路 本部國際組報導 已關門停業近三週的希臘銀行下週一有望重新開門 根據多家媒體報導 希臘財政部高級官員週四表示 希臘銀行將於下週一恢復營業 並準備逐步取消取現金額限制 希臘議會週四凌晨投票通過了該國獲得新一輪救助所需實施的財政緊縮改革方案 從而為希臘獲得債權人的救助計劃剖平了道路 歐各國批過度性貸款據報 歐洲各國財政部長已批准價值70億歐元 約590.6億港元 的過度性貸款 幫助希臘在未來幾天上還最緊迫的債務 這筆貸款可以幫助希臘上還已經 國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 下週一 希臘將上還歐洲中央銀行一筆規模35億歐元 約295.3億港元的債務 另外 希臘官員表示 希臘週四不會宣布內閣人士改組 外界入益猜測 由於執政的激進左派聯盟對國際索困協議有爭議 內閣即將移動 齊普拉斯總理稍早獲得反對黨支持 在國會通過了嚴例改革措施 但數十名同黨籍議員卻再表決時棄權或投下反對票